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感觉自己有了一些管理这方面的能力 初步的一些条件 所以我想可以做一些更多的尝试 蛋饼从理念来说 蛋白代表西方文化 蛋黄代表东方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 就是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出国了 他经历的东西方的思想 接受的教育是东西方的教育 媒体的这种发展又非常的迅速 我们接受的信息又是全球化的时代的产物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产品角度来讲 它不可能再是单一的价值观 它可能是 肯定必须是融合的价值观 所以我觉得蛋饼从某种程度上 你把一个鸡蛋打碎 同时做出香喷喷 又非常有营养 非常有能量的这样一种食物 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所在做的这些传媒产品一样 它是融合着很多的世界观 价值观 同时做出真的很用心精良的 很精致的这样传媒产品 这个我觉得是很相似的 所以说这是蛋饼所代表的一个含义 这就好像The Omelette 这个蛋饼每天早晨服务于大众的早餐一样 我希望能够给 实实在在的能够给大家带去很多的帮助 很多的服务 最早的时候我想 我比较看重的是视频市场 因为我们这群人在海外 最方便 快捷 最直观的了解国外 还有说在这种多文化的体系之下 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社会发生的事情 我特别希望能够将这种非常直观的 非常有意思的这种社会的面貌 通过一种很直观的这种视频的方式来够表达出来 然后播放给那些对这些方面感兴趣的人 我觉得市场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这种开场咱们有一个引路吧 但是基本上在欧洲的比较好的运作的联赛里面 基本上都是很大的 平时都是赚钱的 都是赚钱的 很多赚钱的 你就按着你的那个状态来了 你就说 来吧来吧 伟哥你只能做冲梦 到最后冲梦还得变成噩梦 所以说足球世界杯 面盘十年内不要转到什么世界杯 我将公司分为四个领域 就是或者说四个操作系统 第一个系统就是说公司的 主要有公司的IT和设计部门 System Design 就是说完全是框架 是这架机器 第二个第二大块就是说 所谓的这种传媒产品 就是Media Product 这个包括视频图片 音乐 文字 这是全部都是多媒体的范畴 就是所谓的Content 第一部分是框架 第二部分是Content 然后第三部分呢 当然就是Marketing 市场部门 第四部分呢是做Sales 就是赚钱的部门 还有开发一些商务产品 这方面 蛋饼的这些同仁呢 基本上都是现在目前的大学生 还有之前的时候 一路过来的好朋友 蛋饼的成长和发展 就是成长牌 我们并不避讳我们目前所存在的各种困难 麻烦和我们目前阶段的弱小 我觉得一路成长一路发展 一路不停的壮大 然后同时可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这个是我想要追求的 来第三波 赶紧拌一拌 没事 好 你到底咱俩吃剩的饭 人家都不想 我希望大家都好 我希望这个蛋饼的公司 做下去能给很多人带来很多很多的 你说物质上 精神上 还有说 说的更缥缈的一些的 理想上 我都希望能够造福大家 但是在目前阶段 可能说 我们的现状很难去承载 非常那么广阔的这种 很乌托邦式的这种理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有的时候比较辗转反侧 我的决心是做什么都是做 选择做蛋饼 选择做这些东西 应该是一个深思熟虑 比较理性 比较理智的这样一个决定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有 比较自由的这个空间去发挥 我更多的人可以在一起 比较enjoy这种 创业的这样一种喜怒哀乐 30岁以前 甚至50岁以前 或者说根本没有年龄界限 人生活着就是 去做一些挑战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比较有吸引人的 来自 晋升的 可以讲 有什么样的 不要又会 我看这种 我看这种 有什么样的 我看这种 在这种 都不像我一样的 对 我是觉得人就是不能太陆陆于为 只要就是说坚持一种理念 能够keep consistency 一直一直垫持自己理念走下去 我觉得挺好的 感谢观看